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 我是袁大明 今晚又很高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香港面對的問題 我們一向香港出路的節目作風 都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解決到我們面對的問題 就不只是和大家批評一番事物 發事一輪就算了 我們最重要是希望能夠深密一點 探討一下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內容去物 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還有最後建議一下我們每個人能夠做到些什麼事 我們一向這個作風 其實我們過去幾個月都很強調 尤其是我們香港近來的大行動 經常都這樣說 但最近好像香港真特首好像都好像 不知會聽到我們的聽到風 他開始有提出這個問題 他最近說我們香港人反對消售稅的人很多 但始終我們的問題就存在 那麼我們人口的老化 不斷老化 醫療的費用不斷地膨脹 社會福利支出 社會福利的支出又這麼大 是不是 教育問題又這麼嚴重 那麼他就說 那麼你們批評的人 你們可不可以 即不要只是批評 講一下給他們聽 你們怎麼解決呢 這個正好我們香港出路 和香港搞好大行動 一向強調 其實如果真特首今次可以開展這個風氣 將這樣的風氣廣泛應用 那麼香港就真正有希望了 那麼其實我們今天都不是講 講這個消售稅的問題 其實我希望我們都會找一次機會 大家深密地討論一下 其實我們暫時都是圍繞我們醫療問題的方面 因為始終醫療問題是非常之廣泛有幾嚴重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都今天呢 這個題目呢 就是講一講呢 我們那個醫生 為什麼不准醫生買廣告 那麼其實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背後的真正原因的 那麼我這個節目呢 今晚呢 是除了金玫瑩先生 還有馬國輝呢 我們很希望呢 就是大家網上的聽眾呢 有機會呢 就是打電話來 跟我們一起聊 那麼我們的電話呢 是23854492 23854492 或者你們有些人的ICQ打得很快的 我自己的ICQ打得很差的 中文呢 尤其是 那麼你們可以試一下 是308084705 ICQ是308084705 好 是 今天啊 金興好像說 有一單新聞 就是講說 耳觸療法 各方面 做了發生什麼事 出了問題 那麼好像 你也知道呢 我們香港出路的節目 一開始 先入主題之前 看看這個星期 有些什麼醫療的新聞 每個星期一很多的 是啊 今天 消委會出來說 就是 耳觸療法 就是說 在耳朵上 點一些香薰之類 來處理健康問題 沒有科學證 以及很危險的 那 又引述美國的研究 在美國 有人 短暫性失衝 等等 還有 香港 有兩個 有兩個人 就是說 耳膜表面 受損 有一點點拋 紅燭 有些微膝血管 呈現出來 是的 這樣 他說有兩個這樣的案子 又詢問一下 耳鼻喉專科醫生 他們說 這個沒有科學根據的 這個是 不好意思說 說荒謬 就是說 沒有料到 沒有用的 是 那 我反而反過來 我想問 袁醫生怎麼看 大家要了解 為什麼耳觸 這麼多人去廣泛使用 其實做耳觸這件事 其實都不是這麼簡單的 其實都挺麻煩的 因為 第一 你就要躺下 大概起碼半個小時 你將耳粥 放入耳朵那裡 通常 拿一張厚一點的紙 隔一隔 一個洞 開始 在竹的另外一邊 好像羊竹一樣 點著它 那些火一路一路這樣燒 那那個 你會感覺到 就暖暖的 還有是有少少 就是 霹裂拔辣的那些 燒羊竹的聲音 整個過程都挺長的 有時候都差不多 成半個小時的 那你做完了之後 到這樣 那你拔走它 整熄一些 那這個這樣 可以說是 近來 都幾多人 在全世界各地 尤其是在北美洲 澳洲 就是西方國家 是很多人都用的 那為什麼人家會用呢 始終這麼貪得意 我剛才所說 不是一個方便簡單的做法 袁醫生我想補充一句 那他燒委會就說 就是 點著那些火 又加一些香氛 距離你的臉 就兩三寸 很危險 這樣 點著那些火 那他們做過的時候 就不是就這樣 拿個房子在你的臉上 這樣 他通常 正確的做法 一般的做法都是這樣 應該是隔著的 是的 他們就拿一個厚一點的紙 那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燒造的紙 這樣就鑽個洞 那你就先 經過這個格子 那你才去做的 正如我曾經所說 就是這個半個小時的過程 你要這樣睡在這裡 那就是如果 就是為什麼那些人會做呢 就是我們常常要問這個問題 是的 為什麼要做呢 就是這麼多傻佬的 是不是 用過幾十元 有些地方做成百多二百元去做的 是不是 就是不是便宜的 那又不是做按摩 如果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益處的話 那為什麼那些人會做呢 是不是我們這麼多受過教育的人 都不會想法呢 就是我們經常要了解 那既然你是覺得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那麼多人呢 那其實很多人做過的原因呢 就是其中常見的就是 他耳朵不舒服 因為中耳炎是很常有這個問題來的 那中耳炎通常會怎樣呢 你會覺得耳朵會有一點紅啊 發炎啊 或者耳朵痛得很厲害的 是不是 那有些人呢 就企同這些方法呢 去舒緩這個問題的 那你說這種情況之下 是不是沒有效呢 其實絕對不是的 因為呢 基本上呢 如果我們有中耳炎呢 譬如生物質有時候會有的 那其實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用熱力的治療 那你不用用耳粟的 就是用一個熱的燈泡 來這樣照著那個耳朵 或者拿一些油或者橄欖油 整熱了之後 這樣滴一些下去 那你就 因為那個熱力的本身呢 就直接就會舒緩你的了 那我曾經有一個經驗呢 是用一個 一種叫做紅外線的 就是那個Infrared那些 那些紅外線 那有這樣的光的那些 這樣的儀器 市面也買得到的 那如果你有中耳炎 是痛得呱呱叫的時候呢 我試過呢 你就這樣摔在耳朵那裡 很快你就不痛了 那就是說呢 熱的本身呢 是絕對呢 是可以幫助你舒緩 減低中醫炎發炎的 那所以呢 這個這麼簡單的常識呢 就是你不可以說它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這個根本是家庭常用的 一般人都適用的方法 那醫生我想請問這個 這個染足療法 其實有多久歷史呢 其實都是幾近 據我所知道 用得比較多呢 都是十幾二十年左右 就是我自己都 然後認識很多人採用這個方法 也都外國也都遇到很多人 會用這種方法 家庭可以用 可以說一個非常之簡單 自己可以用 但這種療法 歷史都很幼長 這個本身的歷史我就說不到 我就是我沒有這個考究 我相信香港也有 就是我不知道 消化者委員會有沒有這方面的研究 是不是 他既然抓得出人家的問題 那或者應該背後 了解多些人家是怎樣 怎樣發源 背後這些所謂 沒有科學根據的原因是哪處 那就是其實呢 是廣泛其實很多人用的 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呢 是很多人是採用這個方法 是一種家庭治療的方法 但是這麼久現在才說那兩宗 那消委會就走出來說 沒有科學根據 其實他的科學根據 是不是說 他暫時未找到科學 可以去證明到它是work的意思 那其實呢 沒有科學根據呢 其實通常是這樣意思的 所謂有科學根據呢 就是說呢 你有沒有人呢 是曾經去做一個 叫做雙重蠻象的比較 那就是說呢 如果有一個人 有耳朵有紅腫痛的 那一個是沒有的 這樣 用一些 就是用那個耳朵的方法 來去處理它 或者用一些假的耳朵的方法 來處理它 譬如一個人有耳朵不舒服 什麼原因都好 那你要做這種這樣的 叫做雙重蠻象 就是一種真的治療 一種假的治療 那你做到這個治療之後呢 那你可以知道呢 到底這個治療呢 這個效果有沒有先 或者有的效果 是不是因為心理的效果 那譬如 你有一個小孩 或者自己覺得耳朵不舒服 耳朵很痛 發炎 那你就用這個耳朵去做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治療 那你要找一些人 有同樣的問題的人 是用一些假的耳朵的治療 那你才可以做這個比較 OK 那如果根本沒有人做過這種研究呢 那在講的方法呢 就說是沒有科學研究證實 OK 但很多時候那些人要了解 沒有科學研究證實它有效呢 是否代表它證實沒有效呢 這個就是香港人的基本的 所謂的邏輯在這個問題 我經常說它沒有科學證實有效 不是等於它是有科學證實它沒有效 只不過呢 我們是沒有人做過這些這樣的研究 那為什麼沒有人會做這個研究呢 那就是很簡單的 我曾經給你看 你怎麼做一個假的耳朵呢 你怎麼做 你可以做一個假的耳朵的療法 比較一個真正的做耳朵的療法呢 你根本就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好像你做過那個碗腸水療 那你要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就是說呢 要做一個真的碗腸水療 做一個假的碗腸水療 那你試試你做給它看 做一個假的碗腸水療 那就是說呢 根本是不可能做這些所謂的 雙重蠻脹的研究嘛 那既然是不可能做 那當然沒有人做 那沒有人做的時候 那當然可以說是沒有科學 有人做過科學證實有效 但是同時也沒有人證實它是沒有效嘛 那只不過我們是不知道 就是我們沒有做過這些所謂的雙重蠻脹 不是說有任何資料證實它是沒有效的 那我試試一下 那些資料案 有沒有人證實它是沒有效呢 所以袁醫生 其實應該有科學精神的人 真正了解和有科學精神的人 面對這些呢 他應該回答我不知道 沒錯 你做你就做吧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是這樣回答的 那其實他回答都是沒有說錯話的 據我們所知 是沒有任何科學證實有效 他這個說話是沒有錯的 但是他是有誤導 但是他是誤導 就是說你不科學嘛 沒錯了 其實呢 如果你執政來說 他是沒有說錯話的 是真的沒有人做過的 為什麼沒有人做過呢 是因為是不可能做的 就是這樣的做法 是只能夠做一些對藥廠的造藥 做一些假藥 安慰藥 這些可以做到的 在自然療法裡面 根本是大部分自然療法所做的事 是不可能做的 譬如你是中醫這樣 那你可以用一些假的中藥嗎 是完全沒有作用的假的草藥嗎 你根本找不到有些草藥是沒有作用的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說中醫完全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因為他沒有做過這個雙重蠻像的 那是不是等於中醫是沒有效呢 完全不是這個意思的 但是一般的香港人 是完全被這些這樣的說話 是騙了的 那就是假的 絕對不是這個意思 在真正的科學的常識方面 你可以看到 只不過我們是沒有做到 但是我們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效 或是真的沒有效嘛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香港人 就是教育的問題 但是講的那個人 又是有心地這樣說的 那當然啦 那我整天都是 我們香港整天都被人抗 只是想做出那個效果而已 是啊 是啊 沒有科學根據 終於都沒有科學根據 沒用啊 沒用啊 就是我們不要被科學那兩個字嚇到 要有些獨立思考的能力 是啊 那什麼叫科學根據呢 那其實呢 它背後什麼原因呢 為什麼會最近 整合司法會不斷推這件事呢 其實是準備一件事的 是準備呢 就為管制醫療儀器鋪路 那你要怎樣香港人呢 去令到香港人呢 是要接受這些這樣的 多方面的法例來管制我們呢 那你就經常說這些東西有危險咯 是嗎 說它有危險便行 那香港人說有危險咯 就是想著政府保護你的咯 那整天有一種這樣的錯覺呢 以為有法律管制了之下呢 你就會變成沒有危險咯 那你剛才你說 你說那個什麼 那個什麼 有兩宗 那個什麼 那個耳鼻喉醫生看到兩宗 那你想想 那這兩宗 是不是證實了是 因為它這件事做出的問題呢 或是因為你有中院員 你企圖用這個方法去做 你做得做的過程裡面呢 你發現呢 就是醫療不好 那你再呢 我就會去找那個耳鼻喉醫生去看 那他看了之後呢 咦 你是紅的喔 那到底是 你的耳鼻喉 你為什麼做這個耳鼻呢 那因為你耳鼻痛 耳鼻喉 你才去做的嘛 那所以你有這個問題 給這個耳鼻喉醫生看到的 這個不是個起因來的 這個是個結果 這個根本是一向已經有 是你為什麼做耳鼻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耳鼻不舒服 耳鼻發紅 耳鼻的微思固 你才去做的嘛 那所以你不能夠說 這個是因為你做這件事是導致的嘛 那你看一下 就是那個居心在哪裡呢 那就是這樣 那就是這樣 那有些人經常去被人抽血 那經常都去 抽到整個手臂都瘀了 那怎樣 那這種這樣做危險 拿一支針來捉你的血管 是不是 遠遠危險過 拿一支羊竹 在隔著子之下 在這個面邊來燒 那你拿捉捉人的血管 這個幾危險啊 是不是 大把羊捉到整個手都瘀了 拿一些輻射射你的腦 那給一些毒藥 你說說明毒藥給你吃 那他很厲害的嘛 兩害取其輕 兩害取其輕 是嗎 是的 是有毒的 是毒老鼠藥來的 那些薄血藥 毒老鼠藥 問他 兩害取其輕 那那個輕是甚麼意思呢 是 即是你想爆還是想毒死 是 是 但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是這些所謂的 這些管制之下的 所謂藥物原諾食物管理局 嚴厲管制之下這些西藥 不會嚴死的人數呢 是十幾萬人 只是正確使用西藥之下死的人 那怎樣呢 那消費者委員會不會把這些事實說出來呢 會不會想辦法禁了他 全部管制了 你管制了之後 都死了這麼多人 那問題 是否可以用管制的方法 可以解決到呢 所以袁醫生 我同意你所說 即是 即他是 一步一步來上庫幕管制 為甚麼呢 為甚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 在我住那裏 很多大廈都已經 連了那張醫療儀器 那張管制 那些照片是甚麼照片呢 一條雪條棍 膠手套 那些都是醫療儀器 是呀 任何醫療用途的東西都是 嘩 一本字紙擺在那裏都是 很有趣的 將來很簡單 將來這些耳觸 當然屬於醫療儀器 絕對醫療儀器 絕對醫療儀器 那你要問你 有沒有任何科學研究 證實它是有效呢 那你拿不出的 因為根本是做不到的東西來的 那你比如說你是用一些沒有科學證實的東西 所以就不准用 那其實最終的目的呢 是將這些這樣的家庭的用 所有工具都剔除了 全部清除了你 等你呢 就乖乖就範 你又醫不到自己 你要吃那些西藥 用那些開刀方法 這個是最終最終他們的目的來的 用這些這樣的法例 從來沒有這些法例呢 是有了之下呢 是令到這些醫療的事故是減輕了 全世界大部分這些法例管治之下的人呢 死在醫療事故是多過多過 死在所謂的乙竹啊 中草藥啊 維他命抗物鹽啊 總之在歷史上 從來沒有一宗人是死在維他命抗物鹽的 是沒有一宗 所以阿甘兄剛才說的那個海報呢 都那個訊息傳遞都很深入的 即是不知不覺間你就會 會接受那個 是的 他最終目的就是要你接受這個法例 即是潛在的意思 在你幫你洗洗腦先 很危險的 你做的事很危險的 你千萬不要自己做 你自己做 然後有些問題起來 然後我們就沒有人幫你執生的了 所以呢 我要保護你了 那怎麼辦呢 就要多些法例 因為香港自動可能太多公報員 沒有什麼做 太多那些藥劑師沒有什麼做 就找多些這樣的法律 那就沒有很多事情做了 是啊 那前幾天 所以特首開過經濟高峰會 說我們沒有了很久的了 那個 就是積極不干預 積極不干預政策 是的 那什麼意思呢 我就是順帶講講兩句 就是想 就是想搞大一點的政府 政府主導經濟 政府要 政府王國 你做生意 還要找政府 幫你開路 養多些人 請多些人 政府最大僱主 最大問題是 政府不會自己賺錢 收稅 政府要我們給錢 找他來管我們 這個就是我們 全世界政府都想走這條路 如果你是政府的首相 你也希望 多多次 委屈法辦 這是一個正常的 只不過香港人 看不看得出這個問題的背後 那袁醫生 其實我們今晚說這個 特地醫生可不可以說 其實也是可以 同一個問題來的 那整件事的背景是怎樣呢 話說 香港最有錢的那間醫院 就是有錢人 看著跑馬地 養忘醫院 我院長 日品法院司法覆核 就是 醫務委員會 有一個專業守則 就是醫生 是不可以宣傳自己 就是不可以賣廣告 那他就 日品法院要求 要求法庭去司法覆核 這個是違反基本法 那個 言論自由 資訊自由 那 法庭判了 就是養忘醫院 就是 院長得席 就是 這個 專業守則 是違反了基本法 是 我們基本的權益 我們基本資訊的權益 資訊自由 資訊自由 和言論自由 是的 醫務委員會 現在是決定上訴的 是 決定上訴 到底這個結果會怎樣 我們都不知道 是的 但是你說他們的理據 我聽了北外乎 都是一兩行 他的理據就是 為什麼不可以賣廣告呢 就是 因為如果一個醫生 一個醫生稍為 初出馬路 沒有什麼錢的 有錢的 我多賣廣告 那就好處 所以就要這樣來到規限 是的 還有 你知道 我們要保障市民 受不良資訊的影響 所以 不應該賣廣告 這是其中他們提出的 反對的原因 是的 是的 我亦都聽到 是剛剛反對的原因 因為很多 初出來掛牌的醫生 就感覺到 這些條例 是 多數那些 已經做了很久的 那些 醫生 是 因為他自己已經成功了 他不需要靠 新的廣告 他已經有很多病人 即是存到客 他已經存到客 所以 新來的那些就糟糕了 新來的那些就是沒有的 沒有簽名 要是零開始的 是的 除了 如果你不是在街鋪的話 你在上面的時候 哪些人認識你呢 你又不可以告訴別人 你做什麼 你又不可以去主動派卡片 你出給外國 你不可能令到你知道 你是原來在這個掛牌 即是很多的遮罩 其實原因相反 因為 這些老爺 就已經上岸了 他們就不需要賣廣告 所以 這些條例 令那些新仔 是沒有辦法起步 剛剛是一個相反的 好了 第二個 你提出的原因 就是他們會做一些 誤導人的事情 一些假的事情 會傷害到病人 好了 我們現在說的是什麼人 是這些專業的醫生 你認為這些受過所謂高等訓練的醫生 會做這些傷天害你的事情 即是你連自己的人都不相信 不行 你放多手 這些傢伙就會做這些 這是你自己訓練出來的醫生 你在醫學教育裡面 從來沒有教過醫療道德的事情 很明顯沒有教 所以結果他都不相信自己有 你看到 反應到這個背後 那些矛盾在哪裡 那些矛盾在哪裡 為何你會覺得 他一定會做壞事 你能夠讓他做事 他一定會做壞事 我給你一個簡單的譬如 譬如說 你懂得說話 你懂得說話的人 是否懂得說謊 你懂得說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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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懂得說謊 因為我們有言語的能力 因為你懂得說謊的人 有言語的能力的人 是會懂得說謊 我們不想你說謊 我們拿一條法例 你不可以在公眾場所演講 避免你有機會說謊 再給你一個例子 我經常說奸商奸商 你經常做生意的 經常騙人的 既然做生意經常騙人 我們拿一條法例 沒有人可以做生意的 因為你做生意人 有機會騙人的 他能夠騙人的 這個譬如可以看到 這些講法如何地荒謬 其實我覺得 給醫生賣廣告有一個好處 你擔心他騙人 沒所謂的 你就讓他騙多些 因為你不要當市民 完全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才行 還有一件事 大家要搞清楚 我們說 我們給你醫生賣廣告 我們不是說 是給你去賣假廣告 我們從來沒有一個手指說 我是給你賣假廣告 你賣假廣告 我內理不可 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我只不過是容起你 作一個自我的宣傳 令到別人認識你存在 但我們沒有說過 我是給你賣假廣告 我是給你騙人的 香港有很多法例 你騙人的東西 是因為要法律的懲罰 其實 我說給醫生賣廣告 不是代表我給你賣假廣告 是給你去騙人 我從來沒有講過 從來沒有這條例 是這樣寫出來的 如果那個人是這樣寫 是來騙人的時候 你可以懲罰他 跟他賣廣告 是兩回事 等於說 你能夠說話的話 我不能夠說話 因為你能夠說話 你會說謊 所以不讓你說 當然你說謊 騙人的時候 欺騙行為 我就署罰你 跟你的賣廣告 他們都有內務守則 譬如 我們基本的普通法 都有解釋 你是騙人 害到人 你會接受懲罰 基本的法律 已經有了這方面的部署 你不用擔心這件事 給你賣廣告 不是代表給你賣假廣告 那你就看著它 不要賣假廣告便可以了 你怎麼能夠說 因為你能夠做壞事 所以不讓你做 做得不准做 你一定會做壞事 那袁醫生 我又反過來問 為何不給賣廣告呢 為何醫務委員會 要整條這樣的專業守則 不給賣廣告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令到醫生和其他的職業 有一個分野 就是說 我醫生是很另類 或者是高雲一等的 我就不會和其他的生意人一樣 我是不會賣廣告 會不會是這樣 我看到另一個行業 現在給賣廣告是怎樣呢 就是律師行業 當然不是大律師 就是普通事務律師 他們現在給賣廣告 還要講多少錢 透明度很高的 如果我覺得 如果作為一個消費者 你告訴我多少錢 我會分辨的 我當然看價錢會好些 但是可能對於一個律師 你又知道我多少錢 我又知道你多少錢 在那裡鬥價 當然沒有著數 但是對於消費者 是有益處 你看到律師行業的經驗 或者我們現在少有幾分鐘 我們回來再討論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問題 到底醫生不准賣廣告 背後真正的原因是哪件事呢 我到時就會揭曉給大家知道 其實我最近跟公司的同事開會 大家都聊一下 我提出這個問題 我問他們 到底大家知不知道 為什麼醫生不准賣廣告呢 其實很有趣 大部份人都覺得不知道 因為他們都沒有去想過這個問題 當然他們都可以想著 這些是醫生的事 關他什麼事 但是他們不了解到 其實他們是接受 醫療服務的消費者 所謂醫生賣不賣廣告 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影響 不是說不關他們的事 是對他們是很大的影響 對我們的香港病人是很大的影響 這條這樣的守則 當然一般的說法 為什麼他們不准賣廣告呢 最害怕會傷害他們的形象 所以有什麼形象呢 醫生經常都給人這種感覺 我有一個很實質 很崇高 一個很神聖的功能 著著見白虎 我們是救人 救死符 我們的工作是這樣的 你怎麼可以跟我們做生意的人談 不可以跟我們比 廣告是什麼人做呢 通常是商業公司 做廣告 我們不想 他們的意思是 我們高高在乘的專業人員 我們不是普通做生意的人 那你怎麼可以跟我們一起談 我們這樣可以看 如果他們認為做廣告是不道德 就是違反專業的道德的守則 當然 如果他們認為所有在做廣告 這些大財團 可可樂 巴士可樂 這些公司 不是每個都不道德的公司嗎 因為他們每個都在做廣告 你指責別人是不道德 你做廣告也是不道德 我們香港很多不道德的商人 很多不道德的大財團 很多不道德的那些樓盤公司 全部都做不道德 即是他們專門幫你做廣告 即是專門幫你做廣告 你付錢就可以了 付錢我就幫你做不道德的事 即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好了 那你說你是一個很專業的 崇高的事 不是講錢的話 那為什麼 我們香港的醫生 他的平均收入 是有同等言之的訓練 我當他受訓五言 香港很多人受訓五言 很多社工是受訓五言的 譬如你讀那個建築是受訓五言的 為什麼大家都是受訓五言呢 為什麼香港的醫生 人工是比其他同樣受訓五言的專業人士 是高很多倍的呢 是沒有錢的 是錢的 剛剛畢業出來的醫學院 最高的那是七萬 那不要講最高的了 那你講平均他 平均他 那你去醫管做一個合約 好像都有成四萬多 其實他的意思是 他想給一個訊息給你聽 我們是不是做生意的 所以你不要跟我說錢 即是我要你收多少錢 你就乖乖給 你不要跟我抗議 你不要跟我們來叫錢 因為我們不是做生意的 我們不是普通商人 沒有錢都執摸的 總之我給你什麼 你就照吃 你就照接受 我給你開多少錢 你就照付 因為我們不是做普通生意人 其實最終的目的 是要達到這個目的 即是你不要當他好像商人 跟他爭拗 不要跟他講價錢 他要你給多少 你就給多少 即是做一個手術 收五十一百萬 麻煩你不要跟我平衡 說多少你就自動 所以都是全世界 原來多過英國幾倍的 香港這些醫生的手術費很高 但我們不是做生意的 我們不是講錢的 我們不是普通商人 不是講錢 那為什麼今天蘋果日報呢 呼籲一些人 有個血癌小朋友 要籌三十萬手術費 是嗎 為什麼 為什麼要別人做善事呢 為什麼他們自己不做 為什麼呢 我也不明白 即是他 有個十八歲的小朋友 要籌三十萬手術費 為什麼 為什麼做直接醫的人 就是最好 袁醫生你說西醫不是有錢的 不是做生意的 為什麼要這麼貴呢 要這麼多錢 為什麼他又不可以幫忙去做錢事 我也不明白 有沒有西醫聽到 打個電話上來告訴我們 我也不太明白 袁醫生你也做醫生的 你都好像沒有收幾十萬的 以我所知 不要緊 你收幾十萬 最重要你讓人知道 你是收幾十萬 你不要讓人知道 是吧 你背後這樣收 你讓人有一個選擇 是吧 讓人有一個知情權 讓人有一個選擇權 不要說不要做廣告 背後你就情從中就得利 好了 講回 為什麼醫生的守則 是不讓醫生做廣告呢 其實很簡單 第一 在我們對外來說 醫生已經達到一個壟斷的局勢 是沒有競爭的 根本全社會都是幫他做廣告的 我們的傳媒 報紙 所有的疾病團體 心臟病 腎病基金 紅斑狼瘡 癌會 其實所有的團體 最終是幫他做廣告的 大量幫他做廣告的 袁醫生我同意你這個說法 今天銷毀碗就做了 為什麼他只是問那個耳鼻喉專科 為什麼不問 為什麼不問香港最首屈一指 不是賣廣告 各位聽眾 全香港首屈一指的 就是 做的這行 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為什麼不問他的意見呢 為什麼只問一個耳鼻喉的專科醫生 對耳中療法什麼都不懂 從來沒有用過沒做過的人 為什麼要問一個呢 為什麼你又不問一個中醫 這就叫做醫療的壟斷 即是說西醫在社會上已經拿到醫療壟斷 這個是外面 為什麼不可以發生一件事呢 我又要質疑消委會 為什麼你不質疑西醫處理的手法 然後找袁醫生 你閣下上去 問一下 證詢一下你的意見 他們在搞什麼 為什麼沒有的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問 韓內人問一下 會有的 真的會有的 你可以看到 在對外 其實他已經沒有了競爭了 他這個壟斷已經沒有了競爭了 這個是對外 但他要對裡面 都希望 不要有內部競爭了 你知道嗎 外部 外面已經沒有外面競爭了 他已經壟斷了這個市場了 我們納稅的人要津貼我們體西醫的 要津貼97%來津貼 就是他外部沒有競爭了 但他還要 裡面都沒有競爭了 你現在就想說的時候 你就有內部競爭了 是吧 大家競爭 競爭來講 其實袁醫生聽你說的 他講得對的 就是給多些錢 那些有錢些 賣多些廣告 少些錢 就沒得賣那麼多廣告 就是不想有這件事發生 不是 他就基本上 主要就是 你不要有內部的人 自己和自己競爭 這個是一向的所有專業 西醫尤其是做得很徹底的 外面不要競爭 內部都不要內部有競爭 這個是一個主要 為什麼醫生不准賣廣告的真正的主要原因 那袁醫生我問 內部沒有競爭呢 我即時想到 就是對待一些患者 沒錯 我差那個人 又收你30個 又是這樣做 那個所謂厲害的那個人 又收你30個 做得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不要緊 最緊要我還是收30個 30個的意思就是30萬 好了 即是你可以看到 這些這樣的沒有競爭 是杜絕競爭 你說為誰最好呢 為病人好呢 為還他的醫生好呢 當然 對醫生是大大有利 是對病人是大大無利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說他們最近內部做過一個調查 百分之七十的醫生 自己都希望不要賣廣告 西醫公會 西醫公會 是的 所以我看到他們的本意在哪裡 他們的真正目的 都是希望 不要讓病人知道這麼多事情 不要讓他們做一些 即是 讓人多些選擇 他們個個都不想 百分之七十他們都不想做這件事 好了 問題就是這樣 現在決定性就不是他們 現在決定性是 現在香港的 香港的基本法 是不是容許 香港的市民 沒有這樣的知情權 是不是容許香港人 或者香港的醫生也好 病人也好 沒有這種言論自由的權力 現在我們要看看 香港的法院是怎樣看的 其實在外國 例如美國來說 老早被人推翻了很多 現在不單止西醫醫生可以罵廣告 所有醫醫生可以罵廣告 其實藥廠都可以在電視推銷藥廣告 是做得很大量做的 好了 你說如果香港是這麼喜歡跟別人的話 外國那些什麼要模仿 要harmonize 好聽的就是協調 那這條方便他會不會去協調呢 我們就拭目以待 香港的法庭是怎樣去了解這個問題 到底是為誰而做 香港的法律 袁醫生我又想問一下 因為日品法院去斯法福是養和那個院長 沒錯 為何他會做呢 你猜他為何會這樣做呢 我都想問這個問題 為何他會做 就是我就想到 我就經過見到私家醫院很多Banner 就是那些美容 你知道美容在香港是大生意 每年消費 全世界大生意 全世界最大的事業是美容事業來的 不是醫療事業 醫療事業不夠美容膏 是啊 所以他 你知道 不是病都可以做的 所以他要做過一屆 師奶的生意都搶了 那他就是 我就覺得是 因為這個市場 他如果可以賣廣告的話 他是最大的得益 所以他才是日品法院去做這件事 因為呢 說實來講 現在很多醫院的競爭很大 他們就發展很多方面的事業 很多人都不知道你醫院做美容 你要告訴別人 你要做美容 你要告訴別人 一般人想著美容才做美容 不想著醫生做美容 現在他要走這條路 走這個企業 要做些廣告 其實你知道背後的動機 當然他不是為你的消費者著想 背後的動機 是他自己的醫院 希望做多些廣告 為何有這樣的情況呢 袁醫生我還想補充一點 還有呢 近來呢 那些叫做醫療旅遊 沒錯 新加坡做得很好 新加坡 即是說呢 特地來香港看病啊 那些這樣 或者呢 來香港公幹啊 甚至來來檢查啊 那些 因為如果他有這條法例呢 不是來香港去泰國啊 現在去泰國 即是香港也想做賣 即是說如果有這條 香港做大陸 如果這條條例限制著呢 那他不可以賣廣告啊 那問題呢 就是這樣的 那競爭呢 就是這方面很多的 因為呢 外國很多醫院 已經大量在這方面 吸引多些的顧客 去做這些這樣的身體檢查 那好了 你就算說你現在香港沒得做 但是人家正在做的 香港很多的互聯網站 很多這方面的資訊啊 那好了 那你面對這個競爭的時候呢 你是不是固守成規 那坐在那裡等死呢 那他們當然不想這樣 那所以呢 其實很多的因素呢 是導致呢 即是開始 即是這麼多年來 即是沒有人這樣說這件事的 那為什麼行內很多醫生 都不想做這件事的 因為過去呢 可以這樣說呢 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醫生根本就不需要做廣告的 因為為什麼呢 整個社會都為他做廣告的 那些所謂什麼的疾病團體啊 心臟基金啊 心臟基金啊 神病基金啊 就算病人權益會啊 講來講去呢 都是鼓勵你呢 就要去看西醫的 香港整個香港的社會 包括香港消費者委員會 那本選擇雜誌 那本選擇雜誌 那選擇雜誌 有沒有選擇其他的醫療呢 有沒有一次登過其他醫療的選擇呢 是從來沒有的 有西醫裡面的選擇 西醫裡面的選擇 西醫裡面的選擇 那麼你可以看到呢 根本其實他們覺得 我根本就是用不著做廣告啊 我已經壟轉到這個大市場了 好了 那為什麼他一定要做到 裡面都不可以做呢 因為呢 有一個很大的危機的 因為很多人不了解呢 醫療呢 是一個藝術來的 醫療不是一個科學來的 醫療也不是證實了 是一定要這樣做的 那就是說呢 在醫療內部呢 有很多人呢 是有持有不同的意見的 好了 那如果我們是有這種 即是放寬了這個條例呢 那有些醫生呢 就會講他的意見了 因為他在公眾場所可以講的 因為呢 為什麼呢 其中那個 廣告的條例規限呢 就說呢 你不可以呢 是踩你的同事的 我叫disparish disparish 你不可以講這些壞事呢 就是你不可以說你的同事是壞話的 就是說他不行 因為你做這件事呢 你就在做醫療廣告了 就是這些會員 是的 醫生你不可以在公開場所 批評自己的醫生 那些同行的問題 是這樣的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那個醫療廣告條例的 讚可以嗎 讚可以嗎 讚其實都不可以的 因為如果你讚 為什麼呢 如果任何的活動呢 是令到你呢 是因此而吸引了病人來找你呢 你就要做廣告了 那如果你讚的話 可以這樣 我們大家夾一夾 今天我讚你 你怎樣呢 下次你讚我 其實呢 任何這些活動呢 是令到 某一個醫生 是因此而吸引到病人呢 這個呢 就叫做犯規的了 就是你挺有趣的 應該不准上電視 哇 袁醫生很幸好 我們今晚講這個題目 如果不是 我也不知道 這些條例呢 即是比共產黨厲害 沒錯 即是表面呢 共產黨都可以給我們歌頌 大哥 批評不行 歌頌可以的 原來歌頌都不行的 嘩 比共產黨厲害 我讚他們 還有他這個整個看法 都違反了我們香港成功的基石 因為我們政府 很自豪 就是說我們的資訊 很夠流通 這個就是我們成功的基石 反而在醫療界裡面 就是禁止 或者不想這個資訊的流通 真的很奇怪 這個是獨有的 這個是很獨有的 不是 沒有奇怪的 就是 我聽到袁醫生今晚的觀點之後 我發覺他們醫務委員會在侮辱我們 我覺得 控制我們 的智慧 我們被他侮辱 是啊 我們不了解這個背後 如果我們以為 他講的論點 就是侮辱香港市民 就是說你們蠢 不要 不要買廣告 廣告不到 就是你分不到的 究竟是行不行的 你會破壞醫生 和病人的神聖關係 那香港醫生病人的神聖關係 是什麼呢 你做什麼都不告訴他 錢啊 你問他吃什麼藥 你不需要知道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不需要 有沒有其他選擇 不會告訴你 醫生和香港病人的神聖關係 就是這個關係 是基於無知 一面倒的資訊 這就是為什麼香港的醫療問題 是這麼嚴重 為什麼香港的醫療會破產 其實是有原因的 不是因為人口老化 因為他經常說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如果人口老化 這些人要多病 那你詳細有什麼意思呢 你不如早點死吧 如果你老 你老一點好病 久一點 他不可以讓他早死 他死對醫生來講 是一個失敗 所以他一定要讓你繼續生存 無論你是生存痕 是否痛苦 這不是一個問題 當然要有經濟上 然後要讓他 令到你繼續捱著 吊著條命 是吧 香港很多有錢人 就是這樣 臨終那幾年 就是每年用幾百萬 吊著 這個就是我們看到 整個香港醫療的問題 真正的根源 我們有很多這些條例 導致這件事出現到 可以成功出現到這件事 好了 那你說 我看到 美國已經破了 那 我們那個 香港的法律界 有一個 有位律師 是吧 他是帶頭出來的 我告訴你 我有一個律師朋友 他自己私下跟我談 我一起說 當這個律師 開始自己自行做這個廣告的時候 香港很多的離婚案 我們那些這樣說 百分之四十就他拿了 哈哈 他賣廣告 他的廣告是這麼大的影響 好了 那 他講了多少錢的 大哥 一個package 其實 其實那個不重要 你不要經常想要賣廣告 一定要用賣假廣告 是不是 人家說 你廣告你可以有規限的 就是你譬如有些東西 你可以 假的東西你不可以講 那麼簡單 你不要做一些假的廣告 那為什麼這麼大問題 跟你做不做廣告 你不可以說 因為你可能做假廣告 所以不讓你做廣告 你不可以做假廣告 你不可以做假廣告 今時今日的香港 其實 醫生的所謂 能夠做些 所謂自我專傳的東西 是很少的 譬如你那個醫務所 那個招牌 他有一大招規定的 可以寫些什麼什麼都規定了 那你那個文件 那個stationary 那些這樣的文件方面 可以加些什麼東西 那還有 你在所謂大眾傳媒 譬如你能夠做些什麼廣告 通常是你開業 或者你有些更改 或者我搬遷 或者我有一個新的人 加入我們那個診所 這種情況可以 還有電話的 電話那個 那個黃業那方面 還有 你在那個 所謂互聯網那裡 你都可以做的 但是呢 你記住呢 你做什麼都好 總之 如果你任何你的行為 是令到你 因此而吸引到病人來找你 你就犯了規了 那就是你想一下 那就是你做 你做 任何的醫生 任何的工作 那你都希望呢 你有些好東西 給多些人受惠 那這些這樣的條例 就是說 你明知道有些好東西 你想讓人知道 你是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 譬如 在香港現時的規例說 你不可以 派卡片給人 除非人家問你 你又不可以自動說 我是專門科的 我就什麼醫生 你又不可以說 我是專門科的 你外面說話都可以 如果有人介紹呢 有這種醫療方法呢 你要鄭重聲明呢 有其他的途徑去醫療 總之呢 你就不能夠有內部競爭 因為他已經很成功地 是沒有了外部競爭 他希望呢 內部競爭呢 不要破壞這件事 有些壞事不要養出去 余醫生 你們的醫醫學會 是不是也是這樣的 一式一樣 所有的專業的團體 都是在做這件事的 那就是 都是呢 最緊要自己的權益 最緊要 病人的支持權 走在一邊 但是不是競爭是好的嗎 我們整天的社會 都很擁護競爭的 他說競爭得多 那個消費者 消費者好 但現在的出發點 不是消費者 是醫生好不好 他喜歡人士不好 他喜歡人士不好 競爭是好的 但對喜歡人士不好 大家知道價格 市民知道價格 還有誰做得好 誰做得不好 這些資料 香港人完全是 沒有辦法拿到的 你去買東西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呢 你都是盲猛猛去撞 他做得好不好 你拿自己的性命去撞 你拿你的身體去撞 這個人行不行 你怎樣 你沒有辦法 基本的資料你都拿不到 這就是最終所謂專業人士的最後的目的 就是鞏固自己的專業地位 不要給消費者 懶神聖 用神聖 用這個藉口 這個神聖 這個最賺錢的神聖工作 就是不要經常說 哎呀 不是的 不要趕錢 不要趕錢 為什麼這麼多醫生 馬會會員來的 是啊 是 駕駛車的 為什麼呢 好了 希望香港人呢 駕駛車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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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告訴我多少錢 是 就是不能夠 你剛才那個說法 就說有錢的醫生會做多些 不需要的 有錢的醫生根本不需要再做 他已經有錢了 他就拿錢去投資一下 投一下股票 香港最賺錢的人 是不做事的人 大家應該都知道 最做事是不會賺錢的 這就是香港的很大的 袁醫生你剛才說 我知道很多有錢人 從來不做事 以為賺錢的人 最賺錢的人 通常不懂得投資 不會什麼的 就是不會說最賺錢的 最賺錢的 通常不用做事 沒錯 不勞而獲 最高境界 香港是最賺錢 全世界都是的 最賺錢的人 是玩銀子的人 那些錢管理人 是最賺錢的 從來沒有任何努力做任何事情 好了 那絕對 如果他上訴都失敗的時候 對於我們普遍的市民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消息 就是我們可以知道多一點 從中隔一隔 誰好一點 可以訓練一下 我們獨立思考能力 其實這個是一步 都是第一步來的 他都會在專業手上 都會加很多規限 就算醫務委員會上訴輸了 他都可以加很多規限下去 當然 他有其他的途徑 總之 好像蕭伯勒曾經說過 所有專業人士 都有陰謀對付群眾 好了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像說 最近有出很好的戲 我應該 很棒 是呀 袁醫生上那兩次 在美國見到一部戲 香港都快要做了 就是10月5號 他的英文叫做 The Inconvenient Truth 中文的譯名就比較嚇人 就叫做絕望真相 都是說這個溫死後應 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先生 他發起的 他發起的 他發起 即是拍 他都會在裡面 我想是做一個旁述 我都未看過 但我覺得這套戲 會幾發人心醒 還有我希望 大家不要抱著 一個絕望的心態去看 因為如果絕望 就不需要知道真相 其實我們應該 帶著一個盼望的心情去看 讓我們知道多些地球發生什麼事 才可以有一個途徑去做一個準備 還有我們人類 為何有這麼多苦難 這麼多不愉快的事情 其實不是說一定要這樣 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我自己一手做出來的 只要我能夠了解問題的真相 我們可以解決到 正如真特首這次給我們的挑戰 好了 你給我聽 你怎麼解決呢 我們希望香港出路 是會不斷為香港提出一些解決的方案 即是我們的節目都是這樣 即是你提供不同的資訊 那聽眾未看到的真相在哪裏 那你答案差不多都出來了 呼之欲出的 原來那些問題根本就是 即是在哪裏出來 一看就已經看到了 如果我們知道不同的資訊的話 就根本不需要在那些問題上打滾 因為很多問題 完全是超越了那些問題的了 還有那個意識現在我發覺 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裏面提升得很快 最近我在Hong Kong Magazine 裡面看到一篇報道就是講 一個香港會被水浸的問題 有一個環保分子去到北極 他一直都留意著北極溶雪的情況 他說實在太嚴重了 他說如果再不做事 就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在一百年之內 香港就會消失 他說這個出現不是說 你一百年之後突然間會消失了 而是你可能會一段時間慢慢地 水位上升 或者突然間可能很短的時間會升很多 這個大家都不想看到 馬兄 其實你剛才說的那部電影 我沒有看過 但我估計是否 例如大企業 怎樣通過那些游說團體 給很多錢那些游說團體 去游說那些國會議員 不要通過京都條約 限制溫室氣體之類 我今次去美國加拿大 遇到一些朋友 真的看過你出戲 他說你出戲拍得非常之好 我相信他拍得很真實 對他們來說 他都有一個很大的迴響 他覺得這次真是倒極 因為上一次有出 是那個什麼作日 明日之後 明日之後 那次有一點是戲劇化 他只是說 如果溶了雪 他只是說過那些警方 沒有說過原因 他都有說 但那個轉變是很戲劇化 但我今次感覺上 我這些朋友 他們不是環保分子 是一個普通人 但他都深深感到 這個危機的可能性 其實人類過去 真的經歷過很多危機 不是說沒有 當然大部分人都不想面對 這些問題 但有時候 我們都要用一下我們的腦 即是我們懂得看 我們有將來看到的將來 也都可以從將來 可以學到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其實這些地球的改變 過去出現過 不是未出現過 我們希望用我們的基本的常識 來去了解 其實我們地球是面臨很多的問題 不單是香港面臨很多問題 我們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好了 今天的時間很快就夠了 希望下次再和大家探討香港的問題 希望大家 或者留下完美給我們 或者在一個鐘頭裡 你只顧著聽 沒有時間寫ICQ 你盡量寫下這些資料 我們下次會和你跟進的 多謝大家 拜拜